今日说法 儿子五岁时失踪 至今父子已分离十八载 久后驾车还打人 他到底是谁 说法周刊 今日说法周六特别奉献 各位好 欢迎收看本周的说法周刊 今日说法栏目在播出了解救被拐儿童的系列节目 宝贝回家之后 很多观众朋友们给我们打来电话 或者是在今日说法的网站上给我们留言 其中也有一些丢失了孩子的家长 把他们的孩子的信息发给了我们 希望我们也能够帮助他们找回自己的孩子 在今日说法 萨贝宁的博客上 有两位寻子的朋友引起了我们的注意 寻儿罗超凡 是湖南省春州市白鹿洞证人 他的儿子罗超凡 在2003年3月19日下午 3点30分左右 被一个不明身份的人带走 失踪时4岁半 记者点击进入寻儿罗超凡的博客 上面清楚地写着罗超凡失踪时的情况 罗超凡的母亲给关心并帮助他们的好心人写下了这样一段话 世界如此的大 又如此的小 因为我相信在茫茫人海 有你们的关注 虽然希望就像星星一样 小得渴望而不可及 但有了你们的关注 星空就会变得璀璨 这位网名叫寻儿陈飞虎的朋友 是江西鹰潭市人 他在网上留言说 他的儿子陈飞虎在91年丢失 至今已经18年 失踪时儿子5岁 现在已经23岁了 网页上孩子儿时的照片已经有些模糊 但是父亲寻儿的决心却依然没有动摇 什么都是教堂 千万要小心 然后他消费了两次几个民室 家里住在鹰潭市 我爸爸妈妈做学习卖服装的 我希望我也能够尽早回来 看见他妈妈 因为他妈妈也跟我们这几年了 都病癌啊 还有一位网名叫黄清风的观众朋友留言说 在2006年 他去福建省永春县的狮山福利院时 看到过一个三岁的小男孩 而这个小男孩是被人贩子拐卖到当地的 希望我们栏目能帮助这个孩子找到亲人 三年过去了 这个男孩还在福利院吗 记者查到了狮山福利院的电话 这是那个狮山福利院吗 是的 请问您是哪位 我是负责人 我们现在想象您何时一个情况 就说在2006年的时候 有一个小孩养在福利院里 有这个事吗 有这个回事 它是我们那个小学派出所 那个2006年9月份的时候送过来的 派出吧 这孩子有可能刚生出来 很小的时候就被拐卖出来了 卖了好几手 跟那个卖饭这样子 流浪的 流浪很长时间 所以他不会语言 不懂得说话 也不知道说自己叫什么名字 家在哪呀 都不会 吃饭啊 走路啊 跑啊 都非常好 石山福利院的业院长说 由于找不到孩子的父母 孩子就被当地派出所 暂时寄养到了福利院 福利院给这个孩子取名医成 转眼医成在福利院生活已经整三年了 但是孩子的亲生父母还是没有消息 还有一些热心观众在留言中提了很多建议 一位教师朋友建议 建立专门的志愿者服务组织寻找失踪的孩子 他说希望吸收全国的教师加入志愿者服务 一位没留下名字的观众朋友留言说 要追究买方当地政府的责任 因为孩子落户需要出生证明等一系列手续 但是被拐卖的孩子是不可能有这样的手续的 而当地政府部门却给这些从天而降的孩子办了手续 这就是一种失职 还有很多的朋友建议 要对买孩子的一方进行重罚 打掉买方市场 管卖者就没有了机会 感谢关注失踪儿童的热心的观众朋友们 也感谢给我们打来电话 在网站上给我们留言 提出好的建议的朋友们 希望有线索的观众朋友 能够及时的跟家长或者当地的警方取得联系 接下来我们要说到的这件事发生在去年 当事人叫赵鹏 25岁 是沈阳人 平时爱玩网络游戏 老和朋友们一起去网吧打游戏 突然有一天 他的朋友跟他说 赵鹏你涉嫌抢劫犯罪了 怎么回事呢 你说是抢劫的时候 当时有点不可思议 赵鹏怎么也想不起什么时候干了抢劫的事情 父母赶紧带他来到公安局 他这才清楚 自己和几个朋友 当天凌晨发生的事情 兴致很严重 咱就是打两下的 没认识他这么严重 原来 10月22号那天凌晨一点 赵鹏和两个朋友 被老邻居张鹏打电话叫到一个 他们常去的网吧打游戏 他们酷爱网络游戏 但苦于游戏币太少 这时张鹏出了一个主意 沈阳小火姓王 是个来沈阳打工的黑龙江人 跟他们一样都是80后 收入并不高 他哪里会有钱呢 原来沈阳小火虽然现实生活中不富裕 但他涉足网络游戏多年 积累了1100万个游戏币 能兑换杀伤力强的游戏装备 在网络游戏世界里 算个有钱人 更是战无不胜的高手 你的战战战有多少 几百万吧 几百万 那相比这个 沈阳小火你们都算穷了 张鹏去年刚迷上网络游戏 作为新人 由于装备不行 总被人打得落花流水 自己打装备 既费钱又费时 为了迅速提升自己的战斗力 他曾开口跟沈阳小火索要游戏装备 但被拒绝了 这次趁着人多 张鹏再次逼着沈阳小火索要游戏装备 我打他 了解挖着 我就给他两脚 之后 张鹏和另一个小伙伴王春明 用砖头相逼 通过游戏里的转让功能 强迫沈阳小火把名下的游戏币 转给张鹏 而且张鹏和王春明还拿走了 沈阳小火身上仅有的200元钱 事后经过法医鉴定 沈阳小火被打成轻微伤 四个小伙子开始以为自己就是一般打架斗殴 归案后才意识到自己的行为竟然涉嫌抢劫犯罪 我现在理解就是不管是人民币也好 游戏币也好 毕竟是属于个人的财产 接着我们出发 难的就是犯法了 认定为抢劫罪 法官并没有争议 但在确定涉案金额和量刑幅度上犯了难 那么1100万游戏币价值多少 这个我们国家现在目前还没有一个专门认证机构来认定 只能通过一些计算方式 比如说玩家认同 在当时的情况下 3000万游戏币和人民币170元 那么这种价格 我们来作为定案的一种参考证据 2009年3月 沈阳市东陵区人民法院对张鹤 王春明 赵鹏和王新四人分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 因为赵鹏和王新有自首情结 被处以缓刑三年 2009年6月 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维持了原判 我们知道用暴力的手段抢劫公司财务 是要构成抢劫罪的 在本案当中 几个年轻人也是用暴力的手段 但抢劫的不是现金 是虚拟财产 不过最后他们也被定罪量刑了 所以我们想连线一下 中国政法大学的屈心九教授 屈老师 我国现行的法律当中 对虚拟财产是有什么样的规定 虚拟财产这是进入到信息社会以后 主要是由于网络游戏的迅速发展 产生的一个概念 关于虚拟财产是不是真实的财产 虚拟财产能不能够和财产一样的对待 以往法律是没有明确的 我们以往的财产 是不是可以解释出刀阔虚拟财产 在理论上和实践当中 还是存在相当多的分歧的 现在越来越多的实务部门 像法院检察机关 他会倡向于认为 虚拟财产也是财产 所以使用盗窃的方法 或者使用抢劫的方法 去盗窃虚拟财产 抢劫虚拟财产 也按照财产犯罪来追究的刑事责任 这么认定有什么理由吗 在构成要件 其他方面都是很没有问题的 比如说暴力行为 威胁行为 当场取得等等 都是没有问题的 主要的问题就是说 虚拟财产到底是财产还有争议 还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 不过在现实的操作当中 更多的情况下 我们会认定虚拟财产为财产 对 好的 谢谢徐老师 最近一段时间 全国范围内都在严查酒后驾车 接下来我们请您认识一个人 这个人不光酒后驾车 而且还借酒闹事 不过他已经受到了应有的处罚 去年10月6日 北京市交管局宣武交通支队 接到报警 在宣武区的一个路口 发生了交通事故 一辆中华排轿车 和一辆出租车相撞 交警很快赶到了现场 但现场的情景 却让交警感到意外 交警见状连忙将打人的男子拉开 经了解 打人的男子是中华排轿车的司机 他当时驾车在这个路口左转弯 与一辆直行的出租车相撞 转弯车辆一般应该避让执行车辆 交警初步认定 事故是开中华车男子的责任 而在这时 交警闻到这名男子身上 有一股酒气 民警说 在等待检测仪的时候 发生了一件 让他更没有想到的事情 在他毫无防备时 那个打人 而且涉嫌酒后驾车的中华轿车司机 拿起一个塑料瓶子 向他砸了过来 这么扔过来 紧跟着 我还没输出测快 过来之后 给了我胸部一拳 第二下又打到我的眼部 路口就是宣武区广外派出所 派出所民警见状 急忙出来制止了打人男子的过激行为 一会儿其他的交警赶过来 对这名男子进行了酒精测试 当时的结果是 每毫升血液含酒精含量是180毫升 他已经超出了这个醉酒的限量是80 已经超出一倍还多 今审查 这个醉酒驾车 打出租司机 打交警的男子 叫王秦增 北京人47岁 被他殴打的警察 左前胸和左眼 都有不同程度的挫伤 王秦增随即被刑事拘留 你打他一下也是我不断 因为他毕竟能执法 我现在我只能这么做 王秦增因为涉嫌妨碍公务被刑事拘留了 不过在拘留期间呢 他由于身体的原因被取保候审了 大家都没有想到的是 在取保候审期间 王秦增居然又喝酒热事 在王秦增被取保候审的四个月后 今年二月 在北京市朝阳区静安市场门前的路口 因为前方路面有异常情况 六二三路公交车司机按了一下汽车喇叭 没想到这却惹怒了在旁边停车的王秦增 因为当时没法走了 他挡的车前走不了 他就下来 下来以后呢 这个人就冲过来 对咱们驾车员拳打脚踢 给人脸一拳 然后踢了两脚 当时咱们驾车员应该就倒在这个位置 王秦增殴打公交车司机 引来很多人为官 这时 人们在王秦增的车里 发现了一块车证 上面写有 法院执行公务的字样 那么王秦增到底是什么人呢 后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经过调查 王秦增根本不是法院的工作人员 而他车里的那个车证 北京市法院系统也从未使用过 而王秦增说 这个车证 是他从北京的一个汽车修理厂捡来的 今年六月 北京市宣武区人民检察院 对王秦增两起打人事件 向宣武区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以这个暴力方法阻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 依法执行职务 他的这个行为呢 已经构成了妨碍公务罪 但在第二笔事实中呢 王秦增久后 无故随意诱打他人 构成寻衅滋事罪 今年七月十日 北京市宣武区人民法院一审判决 认为王秦增已构成防害公务罪和滋事罪 两罪合并处罚 决定判处王秦增有期徒刑三年零六个月 8月27号 北京市公安局宣武分局 举办了竞营开放日活动 不过与以往不同的是 这次他们接待的全部是来中国旅游 和在京工作的外国朋友 2009年8月27日 北京市宣武区的一个 有着传统韵味的四合院里 几十位外国游客 正在兴致勃勃的体验着 各种各样的警用装备 这是北京市公安局宣武分局 专门为外国游客组织的一次 景营开放日活动 宣武区是北京市的中心城区之一 来这里的外国游客很多 举办这样的景营开放日 是为了让更多的外国游人 了解北京和北京警察的工作 随着我们中国改革开放 近几年来呢 外国朋友又来又多 我们警察不但要保护市民的安全 还要为国际有人提供在北京 学习生活娱乐玩一个好的环境 北京市公安局宣武分局副局长何利民说 外国游客在北京期间有任何需要帮助时 都可以向公安机关求助 而外国游客在中国期间也要熟悉和遵守中国的法律法规 最后这些来自远方的朋友还得到了一份小礼物 一个画着中国警察卡通形象的胸针 好 以上就是本周的说法周刊 感谢您的收看 下周再见